回到11時33分的第一集的數字 剛才說的是你買了票不是那張票或不是看那行 有些不開心 商品說明條例好像被人騙了 但事源在基隆市台灣發生這則新聞 你們覺得要不要判他有罪 開庭 這個比較有趣 一名基隆市26歲的男子 他上星期六大概幾個月之前已經說過半年了 現在台灣沒有東西多 夾公仔機的店舖最多 因為他們的經濟很蕭條 昨天我開始不太喜歡看台灣的新聞 只是為了那些電費又爭論了一天一夜 村長賣錢嘛 你以為我想的嗎 有時越窮越見鬼 對 又開始這樣這樣 電費又這樣這樣 然後又這樣這樣 只是爭論電費也爭論了 我想很快就蔡英文也下台了 你看他想喝那麼久 國運好像有點不太行 可以用文不聊生去形容他 他的國運不是很好 真的不是很好 這裏說他的運氣不是很好 剛剛基隆市說現在很多夾公仔公司 然後夾公仔的店舖 他經過了 他已經看到了 他想夾 他想夾什麼呢 他看到現在很多的 如果你去台灣 周圍夾一些日常用品 全部都是 是呀 那麼實際呀 洗頭水呀 護髮素呀 洗澡液呀 我令你夾公仔 夾來做什麼 蕃茄呀 這些挺好的 夾一些電子產品 iPhone 夾這些的 是呀 全部都是夾 不是公仔來的 他已經轉了 公仔我想沒人玩了 我夾來做什麼 然後這個男人26歲 他看到那個 咦 我想要這個尿袋 就是那些充電器 充電寶寶 充電寶寶 就是那些充電寶寶 他看到 他走過去 他怎麼知道 走到那個玻璃櫃裡 發覺 道門開了 哦 糟糕了 掃貨立即在這裡 好啦 任答吧 以下下來的內容 請你們謹慎聽著 應該拉他 他發覺道門 咦 可以開的 是呀 一定會開的 不開對不起自己 然後他掀開了 看一看 我又很想 夾這個充電寶寶 索性就拿 然後他就拿著手 拿著手 他把充電寶寶 放在一個很有利的位置 關上玻璃門 就給錢 是呀 對 他也挺有 刷也有刷 對呀 刷也有刷 算是這樣 他不是直接拿走 對呀 他就擺 擺 我就覺得他多餘了些 對呀 反正你拿走你就走 他又覺得這樣良心過意 對呀 我想用我自己的努力 真的親分去夾你 又想出一點貓 出一點點東西 對呀 然後看到他就入錢 然後呢 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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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 不是呀 我覺得它是 放近一點那個洞 有利為止 就放好一點 就看著那個夾椅 這樣應該可以了 它又再關上玻璃環 又再給錢 又再給錢 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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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 第二次可以嗎 成功了 成功了 然後就拿了這個 走了 整段影片現在所有都有閉路電視拍攝 這個就是店主 你覺得要不要被告他 或是告一下他什麼 即告這個顧客 這個男人 不誠實使用夾夾器 你說他偷又不是偷 他又給錢 他又贏了兩次錢 到最後先後花了130元台幣才能夾到 30多元 然後很開心地離開了 拿了這個他很喜歡的充電器 充電器值多少錢? 有便有貴的 我覺得也不關事 對,他有便有貴也不關事 應該是犯法的 你們覺得呢? 他是犯法的 他出了貓才能夾到 有權的就是正常去夾 你沒有說出貓他可以兩次三次都夾不到 你覺得這個店主報警 你覺得受不受理? 受理 哎呦,真的很難說 他又是有給錢他又是沒有給錢 但問題是被捕兩次 他又把手放在一個有利的位置 應該也是要觸發了法律條 如果他沒事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這樣 下幾個就不用夾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人夾夾夾夾機 有些是搖的那部機 有 搖的那部機 搖均勻 不是搖均勻 讓東西動一下 動鬆一點才可以夾 容易夾 不要貼那麼緊 這樣一樣就出述了 你搖的機也是出述了 嗯 你搖的機的出述 又沒有這個那麼誇張 搖的機是不是出述了 但是這一個是因為他的門開了 那個嚴重性又大一點 他就是可以伸手進去 他將擺放在一個有利的位置 沒錯 但是他又衰不完 他只不過擺放在有利的位置 他又不是馬上拿走 他又當沒事發生拿走 扮到門就走人 他又不是這個 那些他又守規矩 我真的夾 我衰了的話 我們再來一次 他又再擺放在一個有利的位置 他又再擺放在一個有利的位置 真的有點猶疑 一定有 唯有有 如果不是之後那幾個 你這樣做都沒事嗎 那以後每個人都這樣做都沒事了 那就不行了 那這個機制就不成立了 是啊 如果以後都是這樣 那就不行了 但是 仇理 你知道台灣最需要什麼 等錢世界 什麼都仇理 什麼都仇理 東美警方指出是拘捕了這個人 是看了影片之後 就拘捕了這個人 拘捕了他什麼呢 就是事言 他們很開心的 看到他們先投了30元 夾不到 又再不擺憂 再直接 然後 雖然這樣 他很開心的 就再夾 再夾之後 130元之後夾到 離開了 店家就發覺 他開過那道門 就是 剛才Sara都說 不誠實使用夾夾機 警方翻查到閉路電視之後 警方都笑了 自己一直在笑 有點笨笨 查完之後 他們想一下 定他什麼罪 就是說 你定什麼罪 偷東西又不成立 他又不是偷東西 他又不是偷 拉他什麼呢 拉他什麼呢 你拘捕的時候 你也要說 告訴你 到最後 都是抓他 納到一個 詐騙 屬於詐騙 也是騙的 他是騙回來 詐騙 到最後 他們定了之後 就說 好 用詐騙抓他 後來真的 真的抓了他 送去基隆地檢柱 詐騙 詐騙這個字 好像很大件事 但其實他也是說 一些幾十元的東西 但是 真的不熟悉這樣獲得 你這個世界 你詐騙 你詐騙一元也是詐騙 你詐騙一億也是詐騙 你上法院 不會因為你的數量少 而放過你 可以求情 你沒聽到 最近有看法庭版 偷了兩包餅乾都要上庭 都是偷東西 都是屬於偷東西 真的一樣 所以就是小時候偷針 都要打 小時候偷金 對 因為你長大了 你覺得那件事 其實不是那個 價值多少的問題 是你的行為錯了 等於他這次也是 他的行為錯了 他沒有說不給錢 但是你出了術 對 沒錯 出貓也要被人抓 對 所以到最後台灣的基隆檢警署 基隆警察署 是拘捕了他 以詐騙罪而拘捕他 他詐騙了什麼呢 就是詐騙了一個尿袋 真的不值得了 如果他這樣 總之當初一拿了就算了 怎麼搞那麼多事情 這樣就是另一條罪 偷東西罪 偷東西罪 偷就大很多 他心想 我這樣搞法就是無罪 他想著這樣可以逃過 他想著這樣 我都沒有偷東西 就是這宗新聞 然後有很多台灣的人 在討論 因為台灣很流行的 有一個節目 有很多專家在討論 甚至如果有人出術 去起飛腳踢那部夾機 想著踢鬆一點的東西 都是犯法 都是叫做詐騙 因為你是用了暴力 令到那部機器散 然後讓它鬆了才拿到 你就是詐騙那個原有財產者 還有開局也是一條 你毀壞機器 你這樣搞我的機器 有什麼散的 是不是 是的 有些人很有趣的 很喜歡的 去玩那些機動遊戲 拍一下那部機器 不知為何很喜歡拍那部機器 這個正常反應是人性 你以前用那些牛龜電視機 不穿的時候 你都會拍它 那部機器是你的 你喜歡踢爛它也可以 那我就說這些是人性自然反應 不知為何 你踢踢它會有些是吐出來的 因為我們習慣這樣 有東西塞住喉嚨 就吐出來 暴力不到 一直按一按一按 其實你這麼極 那部機器也不會快 這是自然反應 快點快點快點 那部機器真的會快點嗎 你留意一下 我留意了很久 我不說什麼 入到機器之後 看到有人走過來 他按那個關門 很快 在那裡刺 快點快點快點 不要進來 你其實刺一次就浪費了 不知為何你的反應 反射就是這樣刺 你就覺得門會關得快點 沒錯 因為你催促到門 其實我是這樣的 你怕他刺不到 因為我真的很想自己一個人 不想到那些陌生男子 一起逼迫 你不覺得有時候 你不知道站在哪個位置 都很尷尬的嗎 我看到有人來 睡覺 睡覺 然後他就 走過來 我有快感 我想說 同一樣東西 一架升降機 我最近有個馬蘭奴朋友告訴我 他是什麼問題呢 他覺得他做好心 反而是有問題 他老遠看到一個 叫做事事正正的美女 像陳彥恆一樣 穿著高鞋玩著幾個袋 嘩 很論盡 很論盡 他老遠看到他正在走 他迎面走過來 想進升降機 他覺得他只有一台升降機 就是只有這台升降機 他就按 他就說 慢慢慢慢 等你等你 你覺得他有沒有禮貌 非常好 很好 然後那個女生走過來 我看到女生看了一看 不用了 你自己回答你 這樣 是不是因為你的馬蘭奴朋友硬了 太 你覺得這個女生有沒有禮貌 好像有些拒絕了別人對她的好意 但她一定是人身安全的 所以她不進升降機 她說她不舒服 她說她當時不舒服 會呀 你這個馬蘭奴朋友是怎樣的 對呀 她覺得自己 一片好意 一片好意 被租撻了 她頭頭腦遇的時候 還要急步 急步 我明顯她很想搭這台 對呀 她一去近的時候 看一看她的樣子 不用了 我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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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 你這個什麼朋友 她說她當時不是很開心 當然是不開心 她故意開電梯 等那個女人進來 來到面前 看到她的樣子 就說不用了 你先上去吧 喂大哥 我是一個男人也很傷心 你嫌棄我什麼 就算我是一個女人 我也會很傷心 一個男人走過來 不用了我下一步 你先上去 你現在嫌棄我的樣子 還是嫌棄我的體醜 還是嫌棄我什麼 總之不管是什麼 你是嫌棄我的 對呀 總之 我們只是一個不相識的陌生人 什麼事 不用看我一眼 然後你嫌棄我動蝶 你的朋友真的這麼醜嗎 醜醜的 我覺得 可能我認識了她很久 我不覺得 不覺得這個醜 但會不會鎖 會不會鎖 會不會鎖 有點像成灰鞍那些 這樣就難說了 這類 但她是一個比較心地好一點的 成灰鞍 成灰鞍 但是她後來後期 我說她生氣 她吸了一口氣 說不要生氣 然後她走出去 她說你先坐吧 我坐下一步 這麼大方 其實她很有內在美 這個人 她輸了真的沒有什麼外在美 但你們不會欣賞別人的內在美 不會 結果那個女人 是否真的 我是那個女人 就不會了 我也不會 你上吧 你上就行了 我等朋友 那就可以了 那個女人 真的太過了 當然 你不接受人家 好意都算了 人家還要吞個位子 給你 你又說OK 這幾乎真的 傷了之後 再傷了 你已經開始 砍到她的頭 然後再砍到她的頭 整個頭都掉出來 還要灑點檸檬酸 鹽 醋 再刺一刺 這樣不行 是嗎 那我就問 那女人很漂亮 她自己覺得是吧 她不漂亮不漂亮 不是一件事 但她會怕 無限想像 可能進去之後 就脫掉她的衣服 我猜是這樣的 既然是這樣 她說你把這份 介紹給凱姐 到時就是她 調回你先進去 我不跟你坐一鞋 是我嚇到她 慘 所以那個男生 就告訴我 他為什麼是港女 人家這麼禮貌 等你 你來到這樣的反應 假設是你們 等你 但如果她覺得 不是太是正 是不是你也不進去 我想我會勉強進去 我會 那一撒那一秒 那一秒之間 你便要決定 你進不進去 其實那一秒 我會有一點 逼自己進去 但也是不想 但你見到她人的心地 都這麼好 這麼熱情 那一秒我無法選擇 我會自動自覺 逼自己進去 是嗎 如果你說進了升降機 發生了什麼事 那就沒人想 你自己難自其咎 那時候你就會怪 如果發生了一些 很不愉快的事件 然後你就會怪自己 為什麼過一秒 我這麼深遠 為什麼我要接受她的好意 我應該要站硬 不要進這部升降機 我應該要相信我自己的直覺 她不是一個好人 她根本就想引我進升降機 對我做一些不法的行為 如果有事的話 沒有呢 如果沒有呢 沒有事便可以 出你的時候 麻煩了 沒有事便會怪自己 沒有事便怪自己 為什麼你要以貌取人 其實根本就沒有事 你覺得別人的醜樣 你就會覺得別人 一進去的時候 就會跟著 然後就說 脫衣服 你會搞很多事情 但不是 很多時候 自己想多了 那些非禮 強姦犯 都時時正正正 你講你自己 人不可以貌相 你知不知道 當年人家說 見過林過雲的真人 都不是那些 都不會相信 他是會劏開你的人 人不可以貌相 不要單憑外表 定了那個人的好意外 可以人醜心靚的 絕對可以 就像我一樣 嗨 我很醜 可是你很溫柔 哈哈哈